范英谷的疾风院里 小燕看着走出来的一众人赢了上去 有些委屈地拉着华楼道 为什么不叫我进去 你们商量什么事了 华楼道 就是了解下民司里忘川河的事情 华楼看小燕有些失落又劝解她道 你是魔族的魔君他们怕你偷听机密 小燕这才开心了 说道天族混账 老子才不爱听他们的破事呢 凤九见大家都出了房间 拎过个板凳给地军道 地军磨蹭过去道 夫人给我上课也没用 我就要跳 凤九看着地军不说话 因为他知道 讲道理他说不过地军的 就得胡来 凤九道 你可以陪我跳 不过这样如果引起八荒动荡 我心里愧疚 所以等我力竭回来后 决定吃素专心习佛法 地军道 你最想要有好看的锁骨了 吃素可以减肥 挺好 凤九 我要有虔诚之心 不光吃素 我还要戒掉一万年的紫薯饼活动 弥补我对八荒的愧疚之心 看了眼帝君又道 夫君一向很疼我 就陪我跳猪仙台吧 帝君小声道 一个月其实就够虔诚了 习佛主要是心 凤九很严肃地道 那不行的 我跳猪仙台的当日会对范靖发誓言的 帝君看着凤九一脸认真的样子 知道凤九如果倔强起来是拦不住的 只好道那你还是愧对我一个人好了 撇了眼凤九捂着心口道 可我的心怎么那么难受呢 疼 凤九笑来吓走过去 坐到帝君的腿上 手轻轻地给帝君揉着道 这样是不是就不疼了 帝君撒娇道 好些了 又饿了 要是再吃个紫薯饼就好了 凤九把帝君揽到怀里疼赖地道 你呀 就是个孩子 众人茶喝了又喝 才见凤九出门叫大家再进去一时 小燕一看中林又把她拦住了 气得大叫 凤九心里觉得挺对不起小燕的 可她知道小燕心无城府藏不住是 也只好先委屈她了 大家听说帝君同意不跳了 心态安了下来 连凤看见一直攥着小拳头的滚滚 心疼地拉过手道 你也不用担心 咱们这么多人呢 肯定能保你娘亲平安历劫回来的 这个不能替 如果能替 叔叔也可以替你娘亲去的 少晚打了下成遇到 你家的野太会拉弄腐蚀人心了 他这是当天君的料子 可惜了 连颂道 我这是真心 不信你问东华 帝君悠悠道 不能糟蹋你的真心 听说你有快几万年的教训 你就给小白补补吧 连凤干渴了声道 好说 帝君和凤九商定 等五月初五帝君赐了新飞生神仙的仙品后 再去历劫 事情定下来 大家心情都轻松了 凤九抱着奶奶道 范英谷是难得一见的雪国之美 咱们去走走 大家出了疾风院 向水月潭边走 水月潭的一碗绿水 掩映在飘渺的鲜舞之下 十里白鹿 凌应着周边的雪色甚是美丽 帝君拉着凤九的手沿着弹边缓缓地走着 想起了当年凤九为了手帕的事情 气呼呼地来找他算账 如今那只小狐狸已经是最疼自己的人了 低下头亲吻上凤九 九哥女君远远地陪着大家 范英谷是个与世无争的地方 各族君王相处和谐 可谷里世代最爱聊的话题都是帝君和帝后的爱情 今日远远看了真觉得是轻视之恋 帝君和凤九黏黏呼呼地亲个眉丸 连宋一看还是画个结界安全 随手画了个结界 双胞胎看见了 调皮地抓起雪球就砸了过去 小燕道 叔叔给你们整个大的 说话间弄了个巨大的雪球给了白化和白银 两个小家伙抬着雪球去撞结界 突然间结界就打开了 白化和白银一头就撞进了雪球里 帝君和凤九预言抱起一个 给擦拭脸上的雪 白化和白银扭动着身子 咯咯地笑了起来 空中纷纷落下清雪 落连进了化身直雪白的小凤凰腾空而起 翩翩飞舞在水月潭上 太成功里 凤九从范英谷回来后就忙着滚滚地上仙喜宴 滚滚自己并不喜欢 觉得不过是术法上更精进了一些而已 可他是八荒年纪最小飞升上仙的 天宫掌管仙者神级的仙官一次次 抱也化天君要开庆祝愿 天宫的老神仙们都知道 帝君是最不爱出席各种宴席的 这种事帝君自然也是不会答应的 可谁向老人家很痛快地揪印了 掌管神级的小仙官几天都处在兴奋之中 帝君从范英谷回来后 就觉得要和凤九生生世世分开了一样 年竹凤九几乎寸步不离 这叫双胞胎特别头疼 之前哥哥费尽心思争取来和爹娘一起睡觉的权利 都被帝君给取消了 还说是为了四海八荒的安定 教育他们要拿出高尚的秦操来 白银把一把石子都丢进了莲池对白话道 秦操是什么玩意 我就要娘亲陪我睡觉 白话无奈地道 可咱们打不过父君啊 这时 阿黎抱着一打子书走过 看着他两道 又想啥鬼主意呢 白银道 小舅舅你小的时候 是怎么叫你爹娘陪你睡觉的 阿黎盯着白银看了会道 你真会给小舅舅伤口上撒盐 阿黎转身要走了 又返回来道 战斗惊愿告诉我 你们脸皮要是后果东华哥哥就有希望 半夜去找你爹娘请殿的门就行了 阿黎抱着一打厚重的书走了 边走边道 爹娘是真爱 孩子都是小白菜啊 这日夜里 双胞胎好不容易熬到了爹娘请殿黑了下来 带着两只白泽兽站在帝君和凤九的门外 小拳头一阵狂砸 边砸边哭诉 白泽兽也乌尔喊叫起来 宫里的小仙门都被惊醒 以为出了什么事情 丛林是看着滚滚怎么跟帝君争娘亲长大的 一看自然明白 把人都哄回去睡了 请殿里 凤九挣脱了帝君的怀抱 起身呢 还是叫他们进来吧 这样传出去太丢人了 帝君把凤九拉回云被理道 丢人又不掉头发 小白还是陪我 次日 折腾了一夜夜没打开爹娘房门的双胞胎 很郁闷地吃过早饭 无精打采地去学堂上课 宁露雪见两个孩子捏捏的没精神 以为他们生病了 赶紧叫个小仙去把药王请了过来 连送过来送心女也吓了一跳 药王问他们量哪里不舒服 白银趴在桌子上道 心不舒服 白话伸出小手道 手不舒服 药王检查了一番也没看出啥问题 又问道 新是个怎么不舒服法 白银挖得一声大哭起来道 我能舒服吗 我砸了半夜爹娘的门他们都不开 药王几个人一听着才放下心来 药王悠悠道 这个病等你们长大了就会好了 连送坏笑道 这些个招数都是你哥哥和你阿黎舅舅淘汰的 自然不管用 白话道 那用啥招管用 连送 像你父亲这样的没招 留下心里走了 白话和白银无性听课 趁着凝陋雪不注意流了出去 两人一路瞎逛就进了太上老君的炼丹房 丹房里的小童子经常被闪闪整股早就习惯了 看见两个进来也不阻拦 随他们完 此时老君的丹炉还没开始炼丹 两个小家伙爬进丹炉里去玩 昨夜里折腾了一夜 此时都困了 不一会抱在一起睡了